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繼續有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智諾-Anno的Anno組成 二問最好 想先和你談談,就是兩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看到內地股市,今天的表現都比較差 今天暫時看到三大指數方面都是下跌 上證指數和大家跟進,暫時跌20點到2129點 至於滑深300指數和深淨城市都是跌超過1% 滑深300指數跌31點到2349點 至於深淨城市跌超過100點到8310點 看到廣估方面,今早早也是高開之後 就有個急劇下跌的情況出現 暫時跌超過200點到22986點 Anno,見到兩地股市,今日下跌的情況都很明顯 另外,見到無論是美股,內地股市和港股 這兩天的成交很明顯都是轉弱了 是否大家都是觀望著,近來的三中傳媒 和美國方面的一些數據 其實現時市場上的資金流向是怎樣看的呢 的確沒錯,整體現今的港股表現不是太理想 主要原因都是A股 都見到有個明顯的下跌勢頭 為何A股跌這麼多呢 其實我自己看回主要原因 首先今天早上公佈完之後 今天整個星期二看到人民銀行 再次進行逆回購 但是這次進行七天期的逆回購之外 整體現今總共逆回購的金額 只有80億元人民幣 其實跟上星期二 即是上星期二進行的七天期逆回購 130億元 都見到資金是有回重的情況在 這方面都反映著內地的資金 其實現階段 貨幣政策仍然是趨緊 資金仍然是比較緊的 這方面首先會影響經濟活動 你說沒錯,未來面對三中傳媒 會有更多的政策出台 來刺激經濟 可行性或者可能性 我覺得是非常之大 甚至這樣有消息傳 有機會在三中傳媒前 好像在內銀股上的優先股方案 之前一直傳出的方案 有機會在三中傳媒之前已經出台 但是看到的雖然有這些消息出台 但是看到今天一眾的內銀股 相關的版塊整體而言 表現都不是太理想 始終第一說相關優先股相關的消息 在之前那段聲勢上已經反映了 第二,始終現階段比較擔心的就是 如果人民銀行繼續進行這些 這麼小規模的逆回購 資金又會再度轉緊 這方面都會令到 好像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有機會再進一步抽升 因為見到近期來說沒錯 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見到自從進行逆回購之後 整體而言的息率從高位有個回落的跡象 但是近期來說 如果見到逆回購金額又再次會減少 甚至未來中央有機會停止逆回購的話 這方面都會有機會令到銀股再轉緊 這方面都會影響整體而言內地股市的表現 一直以來都有說到 行政指數的技術走勢 看回9月27日的低位 2150點這些位置 如果短期來說仍然不能夠重遇這個位置之上 後市來說是要看得比較審慎一點 所以影響港股 後市都不能夠看得太過樂觀 看回恒指的技術走勢 同樣地見到今天以一個大陰燭跌下來 其實都一度跌穿了10天和20天線 我覺得後市來說比較關鍵的 沒錯是50天線 但現階段其實都看到內地股市的跌幅有所收窄 我始終都認為在三中全會之前 整體而言中港兩地股市未必真的太過差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可以留意恒指在今天收市前 能不能夠站穩在20天線之上 即是23,100點以上 如果能夠站穩這個據點以上 後市來說我覺得仍然不需要看得太過悲觀 謝謝Anna你的分析 亦都想和你談談一些移動的股份 就是想和你談談 瑞星科技20100方面的情況 看到今天的股價都是急跌下來的 暫時報31個月跌超過6% 今天最低曾經去過29.55 看到為何跌這麼多方面 就是公司公佈了頭三季的業績方面 公司自己亦都說了 就是預計第四季的毛利率 會有一個售壓的情況出現 其實你自己又怎樣看這份業績 看看數字 頭三季的盈利有19億7300萬 增長超過6.5% 你自己又怎樣看業績和毛利率方面的情況 看看瑞星科的第三季業績 其實整體表現真的做得不錯 盈利能力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增長步伐 對於現交段股價18倍PE來說 看到他們在頭三季整體現 按連上升都差不多接近六成 這方面對於股價來說都算是交足功課 但是為何股價跌了這麼多 其實未必說這次第三季的業績做得不好 這次第三季的業績的確是有一個人優 看到毛利率下跌 始終最大的原因 股價下跌不是正正看到第三季的毛利率有機會下跌 而其實是現交段 很多大行一眾的分析都在看 首先公司也提到第四季的毛利率會進一步下跌 的確是沒錯的 瑞星未來面對著最大的問題 就是毛利率 在往後來說是有機會持續下跌 而主要原因就是 始終大家都知道 智能手機雖然是普及化 應用需求非常龐大 但一直都有提及到 未來智能手機平均售價 有機會持續下跌 最主要說 未來的增長動力都是來自一些新興市場 經濟比較落後的相對地區 而當地的地區 整體而言平均的智能手機的售價 會相對比較便宜 即是說未來而言 一些廉價的手機 反而是最主要需求的主導 反而說一些貴價的手機 出貨量有機會下降 這方面 始終說一些高端產品 未來而言 整體而言他們的出貨量下跌 反而說一些低端產品 一些平價的產品 未來的需求大升 都會有機會令到 整體而言 影響到瑞星的毛利率 因為始終說 低端產品的需求上升 我相信他們未來很難轉嫁相關人工成本 或者相關原材料成本等等 所以未來對於瑞星科技來說 毛利率下跌 會成為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不是 剛才你也提到 有相關的大行 亦是暢談瑞星科技 未來的盈利前景 也看到麥格里方面 出了一份報告 看瑞星科技的目標價 由32元下降到30.5元 其實和現價的潛在跌幅 都不是非常之大 原因是相信 亦是毛利率會持續受壓 就是因為 瑞星科技方面 向一名南韓的客戶 供應比較多的產品 而該客戶的產品毛利率 就是比較低 同時亦都相信 他的北美客戶 明年亦都是會壓價 所以令到毛利率 會進一步受責 其實這方面 剛才你也提到 相信那個以價的空間 不是那麼大 這一方面 你和麥格里的看法 是不是都差不多 你的目標價由看到去哪裡 的確沒錯 其實瑞星後市來說 可能看得比較 不是太樂觀 雖然說毛利率受壓 但我覺得投資者 不需要看得太悲觀 因為之前提及到 你看到今年來說 盈利能力的增長情況 仍然是交足功課 雖然未來來說 毛利率有機會受壓 但我覺得公司 整體營業的盈利能力 未至於會出現一個倒退的狀況 以現階段市盈率18倍PE 而預測2013年的市盈率 大約是13、14倍PE 左近為計 我覺得其實 這個估值 對亦都相對合理 這方面不需要看得太差 雖然說 未來毛利率 因為隨著整體營業 產品低端化 或者平均智能手機的售價下跌 都令到它們的耳價能力轉弱 這方面是有一個重大的利坦分數 但是看回的 雖然說很多大行 削弱了它們的目標價 雖然說麥格里 看到只剩下30.5 但其實看回今天來說 好像野村或者瑞順說到 對於它們的目標價 都同樣地削弱了 但是它們現階段 對於公司看回目標價 仍然有38甚至42 都看得相對比較樂觀 因為始終有一個很龐大的利好因素 就是說 其實未來來說 雖然整個智能手機市場 增長有可能放緩 但未來來說 仍然應該能夠保持著一個穩定 10%以上的年複合增長率在 所以未來來說 我相信公司不至於會出現一個倒退的情況 所以跌了這麼多 我覺得都是有一個反彈 或者是駁反彈的投資價值在 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的確沒錯 出完業績之後 股價急跌了下來 但是我自己看回 30元這些位置 應該有個不錯的初步支持在 看回30元這個位置 也是說今年3月份還有這些低位 我覺得只要不再跌穿30元 後市來說是可以繼續駁反彈的 所以我也建議投資者 如果要駁可以考慮 接近在31元這些位置買入 將反彈目標 可以看回這條中期下降軌 之後看回34.5元這些位置 謝謝Anna你的分析 跟大家跟進回恒指 暫時跌181點 報23008點 大市成交超過197億 國企指數方面跌101點 報10584點 超期指積月跌190點 低水30點 成交超過31000張 Anna,謝謝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第二位主持 和大家繼續有直播的環節 稍後回來再談 還有請多前一位主持人 按字幕提供 請多前一位主持人